好 主播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台南已經出現明顯雨勢 路上車輛行徑都會漸起超高水花 因此大家也都是減速慢行 而這次颱風來襲的時候 又恰巧碰上大潮 安平運河的水灌了進來 不少周邊民宅遭殃 居民只能動起來趕緊善後 用擋板就對了 不然不然 不然都超過一樣 就擔心家中的家具毀損嚴重 因此早早就把他們墊高 在門口架起了水閘門 並且自備小心抽水機 但安平運河漲潮的情況 水還是浸到了家裡面 因為他這個大潮來 所以大概多加幾輛 所以剛剛山莊那邊都有 目前相關單位也增派抽水機 並且持續派員在周邊戒備 以防萬一 以上是我們找到最新情況 請把先進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